这个是我今年的心头好 这个是我近期最常背的日常包 因为它这大小就是很小巧可爱 但是它可以装非常多东西 当初LV进驻日本三十周年 只限量一千个 这个包包呢不常拿出来 但是重要场合一定会有它 很适合西装风的穿搭 就会展现出你是一个 非常个性又有品味的上班族 然后这牛仔包我个人就是很满意 因为它真的很百搭 你现在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用过你好几次到经营社群 对 感觉你让我留一手 就是常常说 没有 那你不要教一下 就是教大家拿出你的鸭香宝 好 其实经营社群呢真的是一门学问 不管是你的整个整体的构图 调色 你的妆容 穿搭 系到你的包包 饰品 配件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通常呢 选一张手图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张很好看的手图 然后吸引人的文案 爱了为女人的观众 我今天真的是把我所有的鸭香宝都带来了 因为我个人呢 是一个非常爱买vintage的人 那我今天拿出我自己觉得最私长 最特别的七款来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第一款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有在follow香奈儿的人一定都知道的这个 香奈儿经典之中的经典 classy flap 25 其实它是改自coco chanel 它的椅座的2.55 然后这个是老佛爷用2.55的款 再改良版 然后我选的是银扣款 因为我觉得银扣比较年轻 带一点个性的感觉 然后这款就是出席那种比较盛大的场合 可能是别人的婚礼 或是我出席活动的时候 这个包包呢不常拿出来 但是重要场合一定会有它 25是我觉得在我的身高上来说 算刚刚好 然后又可以又能装的 而且它也是可肩背 然后也可以手提 然后它也可以鞋背侧背这样 但因为它比较典雅 所以大部分呢 我都是用手提的方式来背它 然后通常搭这种气场的包包呢 一定要有高跟鞋 这就是女人气息的一款包 这种女人气息的时候 一定要穿高跟鞋 你穿其他鞋都不行 就是我会有点晶莹配 因为我今天选的这款洋装带 比较个性 它比较不是绝对女人的那种 它这边有一点微垫肩 然后它是西装的设计 配饰呢也是选这种金色系 就是会比较典雅 比较神秘感的感觉 该有的性感也还是有 该有的专业度 该有的气质也有 然后通常搭这种洋装的时候耳环 我都会选一些 比较有一点点浮夸的款式 因为这种比较有点浮夸 就是会再更凸显气场的感觉 重点是还要来一个大红唇 那个红色一定要选的恰到好处 又不能太过 因为太过又会显老 但又不能太年轻 好像小妹妹偷擦妈妈的口红 然后整体搭配呢就是会觉得 这女生很有个性 然后又展现出独特的优雅气息 在日本买的 我大部分的Vintage 都是在日本的Vintage店入手的 因为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Vintage 然后因为我之前疫情 还没有开始爆发 前我常常自己就会 偷偷地飞去日本 我就把每一间店 都盯在我的那个地图上面 然后今天就是shopping一天 我就是把每一间店都逛过 你可以依照每一个大小跟包矿 还有不同的皮 因为像这款它可能有一些 牛皮 羊皮 荔枝皮 包矿越好 当然越来越贵 那你就可以选可能 比较在你预算之内 然后这个包矿你又可以接受的话 我其实超级没有在保养包包 我经纪人还说 你真的是我看过 最不爱惜名牌包的女明星 我觉得这也是 买Vintage的好处之一 就是我不用担心过度使用它 这种太贵的就不加不会丢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水桶包 或这种包包 很耐脏的我就会丢 就像这个底也被我弄得很脏 就是这种我就比较不会心疼 它就是你不觉得它就是有水桶 就觉得很有味道 然后散发出一种历史感 像今天这种比较典雅气质的呢 我就会就会摆一些 比较气场的pose跟表情要不小 摆拍很重要 就是你那个腿一定要拉长 现在的话就是背景其实越速越好 那像选场景呢 通常我基本上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光 一定要光线充足 然后不能有顶光 因为基本上有顶光的照片 你怎么修都修不完 就修不好了 然后也不要过暗 因为过暗你后置再去调亮 其实画素会变得有颗粒感 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精致 再来比较深一点就是可能构图跟配色的设计 因为像譬如说我现在穿个黑色 我就会找背景色不要超过两到三个颜色的地方 像我蛮喜欢跟一些柜子 或窗帘角的那种地方拍照 或是楼梯 这种让构图感会有延伸的感觉 对 我都会拿好我的相机 找好我要的角度跟景之后 然后我就会跟我亲戚人说 好 我要这个景 我要在这里拍这样 这个光景真的要轻 慢慢争鸣 越来越沉重 严重 感谢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一次 而且我夹到我的手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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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痛 再一次 再一次 他们也要给你再一次 再一次吧 再一次 来 来 来 欢迎来我的家 没有 我上班之前呢 他们对我的包包很有兴趣 那我就跟文琪拿来介绍一下 现在我身上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日常里 如果要上班族最适合背的包包 经典中的经典老花90年代的邮差包 这个包包呢 它非常刚好是 它可以刚刚好装下 我们一般正常笔记本的大小 它是经典的S型扣 然后它里面呢 就是它也有分层 就很适合背一些文书类啊 这款呢 是我觉得最大小最刚好 然后又很适合西装风的穿搭 就会展现出你是一个 非常个性又有品味的上班族 那通常穿西装套装呢 除了皮鞋可以搭配以外 我最近很喜欢这种漆皮鞋 就是它也是皮鞋 有那种亮面的感觉 但它是漆皮的 然后它是厚底 就会显得你有更可爱 更有个性 那因为像我今天这一套 是比较oversize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比较有个性的漆皮鞋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穿 比较保守 比较乖巧 比较中规中矩 那我就会搭很一般的 雾面皮鞋这样 里面人家看天气 有时候如果里面穿一个bra tub 或什么颜色的搭西装 因为就是你要遮的时候 就可以遮 今天我有乖乖来上班 就是要扣好这样 然后下班了 晚上九点 那个直接就打开 然后bra tub就出来了 然后这样坐在吧台 喝点小酒 然后又有一个经典复古包 然后就觉得 这女生有品味哦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Kelly Kelly的手提包 它这个手提包非常可爱 然后大小也是刚刚好 可以装得下书 它里面是中空的 但是基本上也蛮能装的 真的很适合开会的穿搭 你穿一个西装套装 然后背一个复古包 就会觉得有备而来 不要骗我 我是很专业的 这样 这个包包呢 就是Cionel经典的牛仔布 然后这个是复刻款 然后它是有点海军风 所以它是深浅拦坐下去做搭配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设计得非常到位 它会让你在肩背的时候刚好落在这 然后你刚刚就是斜背的时候 它也会刚刚好落在这里 就是让你拍照的时候 它非常的突兀 很像你身上的一个装饰品这样 然后牛仔布呢基本上 Cionel的牛仔布都至少要20万以上 所以基本上我都有一点点买不下手 这个包是有故事的 就是当时我是去日本的Vintage 因为我很常去日本逛Vintage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手上 已经拿了一个比较平凡的Cionel包去结账 然后那时候我在柜台的时候 就是大陆的小姐姐 她在那个柜台就很犹豫说 她到底要不要这一颗 因为其实这一颗它有一点点瑕疵 是它这边有一点点泛白 所以它的价钱竟然可以压到20万以内 我听到牛仔布竟然有 我可以附和价钱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15万以内可以买到 然后因为通常15万以上 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吓不了手 然后那时候就在后面嗷嗷代补 心想说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 然后不知道是我的念力发挥了还是怎么样 她说那我再想一想 等它一走出那个门 我说我要 我要 我立刻把我手上那个 Chanel包直接是丢到后面 我说我要这一颗 我就是要这颗牛仔的 我目前没有看过 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包包 然后它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好 是你看它肩背的时候 是比较优雅 比较典雅的风格 这时候可能我穿一些 比较典雅的白洋装 就这种短短的白洋装 就会显得比较优雅 有气质 那它肩背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可爱 搭一些小洋装 或者是你穿白T架牛仔裤的时候 它就有一点休闲加可爱的感觉 然后这牛仔包我个人就是很满意 因为它真的很百搭 要优雅 要气质 要甜美 俏皮 可爱都有 是不是 是不是 可爱吧 然后像我穿这种比较 扁雅 气质的洋装的时候 我就会搭一些 有垂坠感的耳环 会比较更有一些气质 或是显一些气场的感觉 然后因为这一套是比较气质款 比较淡雅的感觉 所以我就搭一个淡色系 然后色系刚好跟洋装很像 在摆拍 想像你去度假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就很可爱一样 那蓝天白云 蓝色的包包 白色的洋装 就觉得好可爱的少女 这时候就是你要面对阳光 然后拍照这样 然后一个蓝色牛仔包 感觉就是网友就会说 包包好可爱这样 这个是我近期最常背的日常包 因为它的大小就是很小巧可爱 但是它可以装非常多东西 这款是LV的经典的mini noise水桶包 当初LV进驻日本三十周年只限量一千个 所以这个其实不好找 现在有一些新款是从这个改良过来的 它连我平常带单眼什么都装得进去 所以我就很日常都会背它 然后这个背带是我自己配的 其实它本来没有这个肩背带 它原本是这样子收踢的 它好像一个水饺包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家 这个是我 因为我还有买LV的nano 然后我是从nano的袋子拆下来绑在这 然后因为它有点过长 所以我这边又有打结 我觉得它很适合年轻族群 就比如说大学生或是你刚出社会 然后穿着可能比较适合夏天 像我今天就穿一个比较奶茶色 然后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奶茶色 也是水桶包 这个也是小香的经典的水桶包 它是水桶后背包 然后它这个也是很配我奶茶色的穿搭 这个也是我超经常在背 尤其是我去露营还是什么 我都会背这个 因为这个超能装 然后它又很百搭 基本上你穿白色焦糖色 你穿得很休闲的时候 或是运动风 搭白年裤或什么都超适合 然后它可以双肩后背包 很像小学生要出去玩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也可以肩背包 它可以这样子 这一条把它拉起来 然后变成这样子的肩背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内带 它有附这种内带 让你可以装一些杂物这样 然后它这里也很能装 这个是我最能装的復古包 背这种比较休闲的包包 像水桶包比较可爱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大部分都穿球鞋 然后下面可能你搭牛仔裤 搭一些米色系 白色系 焦糖色系 都非常适合 所以我个人最经常背的生活包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小水桶 一个大水桶 焦油就背大水桶 然后日常就背小水桶 因为我有朋友在卖水晶 然后我是蛮相信水晶 可以带来一些好的能量这样 但我选水晶没有选什么能量 我纯粹就只是它好看我就配了 然后这是我朋友 我朋友的水晶品牌 也蛮有名的 以往的水晶可能都是这种串珠 但他们把水晶融合一些个性的元素 因为它一开始是纯银起家的 所以他们融合了一些纯银带来的个性的元素 我连那个脖子上的这个水晶项链也是 然后另外这条项链是我今年收到的生日礼物 今年收到的Tiffany的项链 然后因为戴上去之后 就忘记拿下来 然后发现好像也蛮搭的 日常搭好像都OK 所以就一直戴着这样 然后平常我自己的戒指呢 都是戴这种细细小小的 我觉得它很修饰我们指 就是手指的线条 会让手指看起来觉得很长 就可能类似这样子 你要让这个直角在画面的边边 所以也是半身哦 这个预想就是半身 对这个就会半身 就其实人像越清晰越好 手图的话 就是因为IG选手图很重要 手图基本上人像越清楚是越好的 啊 这都领卖说 这都算了 说的 看着 看着 在街上 发现 看着 在街上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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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今年的心头好 我挖到这个我真的超自豪的 因为它这个呢 这个配色 我非常的难找 因为自从我在关注小香 然后关注Vintage以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配色 它是黑白相间的 它乍看是毛泥 所以如果你穿毛泥的时候 如果你穿一些毛鸭 或什么有一些毛泥款式 你也可以背这个 然后它的尼龙的设计呢 好处就是它可以不怕脏 不怕水 尼龙基本上它有基本的防脱水 防水的材质 防脏防勾 因为如果它真的是毛泥的话 其实它很容易会脏 但这个尼龙呢 它完全就不用怕脏 也不用怕它会勾到 很能因应各种天后状况都可以背 就如果像我今天穿 就是这种黑白色系的穿搭 就白色的皮衣 黑色的皮裤 然后底下的那个也是壮色的黑白 因为黑白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比较有个性 比较酷一点 那像这种比较酷的时候呢 我就会搭一个比较酷一点的紧练 然后我的耳环也是比较简单俐落 带一点个性的感觉 这个配色基本上很难撞色了吧 我上网长超级无敌酒 真的没有找到同款的 所以我个人呢 非常买 因为这个是我今年买 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然后刚好在我生日的当天送 我是在当天送到的耶 我是在生日当天拆了这个包裹 就我自己送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我自己觉得非常喜欢 而且它容量也超大的 我平常如果常常背一些相机啊 手机然后书啊什么干嘛 化妆包什么的 它也都完全装得进去 对 我其实不太会背小飞包 因为我是个出门会带很多东西的人 加上我又一定要用相机拍照 我要自己背相机 所以呢我基本上找的包包都是 会看看我能不能够装得下我的相机 其实日本每次必逛的那几家 连锁的Vintage的店 Vintage QOO Amolay Vintage 然后或者是Hedi Hedi Japan 其实日本对于二手品的鉴定 非常非常的严格 它们是需要过好几道关卡 确定100%是真品之后 它们才会放在店里贩售 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 你每天都要看 像我朋友就会说 为什么你可以买到这些 我就说 你是不是没有每天看 因为基本上Vintage的包包 它就只有这么一颗 你只要被人家抢走了 这一颗就没有了 保养 刷牙 用手机 就是我每天唯一会有时间 比较长时间可以划手机逛街的时候 就是睡前 所以我睡前都会把Vintage 那一整天po的限动看一轮 包包都是睡前买的 对 都是睡前买的 我喜欢看 可能有点科幻动作 会翻云覆云那种 就是摧毁整个城市 在那边 对对对 在那边 两个人要一起前进 有没有一起前进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谈得来 撩得来 就是你们的可能三观 想法 兴趣 是可以聊得来的 信任感很重要 因为很多关系都毁于信任感 最喜欢约会的地点 看电影 看夜景 但车上聊天我蛮喜欢的 几任我没有很仔细地算过 曾经有快要论结婚嫁 我就发现我太急于想要结婚了 其实这段关系 并不是我真的想要的样子 女生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在关系里面 你有牺牲 可以有一些取舍 就是好 我可以为了我爱的人 好 这个部分我舍弃掉 一点点舍不得 OK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 会有一种 这是我好大的缺失 缺失这个我好不快乐 那就不对 大概是前阵子吧 就是有些投资失心疯的问题 就是蛮疯狂地买了一些 虚拟货币 NFT 这个大概是我今年最疯狂的事情 就是平常我买一颗包 我都要考虑很久 然后一颗包如果超过多少钱 我就觉得不行我下不了手 除非它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但我至今的包 随便一个最贵的也好 都没有比我在上面随便买一张图还贵 图嘛 很多图 然后就是都反不忍度 喝醉哦 要看程度 看几分 如果差不多三四五分的时候 就是会变得比较嗨嘛 然后比较健坦 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 异于常人的行为出现 然后就开始有点失忆 就是隔天需要靠别人来拼凑记忆 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个人作品的部分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还要把我的书写完跟发行 因为这是我给我自己三十岁前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因为环保的问题 我发现真的是Vintage比较对我的胃 就是我发现我怎么看怎么看 我还是喜欢经典的设计 我觉得包包越复古越有味道 它如果新的在那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吸引不了我 我就觉得它没有灵魂 再来第三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如果是新款 很快别人就会有了 那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撞包 我就觉得如果别人有了 我就觉得我不想背了